嘿,大家好,我是耀夜 現在時間是2017年8月7號下午1點49分 又來到了我們Shadowverse愛你吃章的時間了 那本次呢,我們想要介紹的牌組是這一套 冥斧妖 那根據它的起源最早是可以追溯回STD版本 也就是基本卡包的那個時期 那本次在WLD也就是夢盡奇想的版本當中呢 其實對冥斧妖也是有著加強的 就是這一張荊棘之森 增加兩張妖精卡片 然後再加強你的妖精和對方生物的交換能力的這一張卡 那對冥斧妖來說其實算是一個不錯的加強 但是在上個月中呢 也就是7月的時候遇到了那時候刺虐天梯的深淵溪 對,所以完全沒有辦法打 因為我們的速度和深淵溪比起來交換能力完全不是一個檔次 那在這一次本次改版之後 7月31改版之後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能夠感受到吧 就是至少有稍微稍微平衡了那麼一點點啦 當然這只是第一個禮拜的數據 但是... 我是覺得還行吧 雖然說血鬼可能還是有一點點太強了 對,那接下來讓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套冥斧妖吧 那這一套冥斧妖... 呃...造價算是有一點點偏貴 而且我不太建議新手來玩這一套 只是因為這是我平常 妖精拿來結每日任務的時候會拿來玩的 對,但...因為它需要很多的思考 所以說如果對那種... 喜歡那種一步一步慢慢想 然後慢慢越來越接近勝利這種感覺的話 那我是蠻推薦這一套的 如果是想要就是... 有一定的強度又不太需要思考的話 那我個人其實是不太推薦這一套 那...冥斧妖... 顧名思義它的... 冥斧兩個字就是出自於這一張卡 也就是冥斧之路 那...作為它的效果是非常的變態齁 給予每回合的結束的時候 給予敵方的主戰與敵方的從者全體6點傷害 但是在那之前你必須要達成的目的 就是你自己的目的常數 卡片必須要為30張以上 但是... 一個卡組最多也只有4張牌齁 所以說造成了冥斧這一張牌 其實是很難打出來的 如果有需要打出來這張牌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給自己的卡組進行特化 那...最容易達成冥斧之路 它的...使用條件的牌組呢 總共有兩個 一個就是冥斧妖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雪冥法 雪人冥斧法 因為冥斧妖... 在妖精的話 我們看到我們這邊所選擇的牌 撲盆影半 一張卡生兩隻妖精 還有我們的... 森林使者一張卡生兩隻妖精 還有我們的... 反撲也可以加一張卡一張妖精 然後再加上... 晉級之聲也是加兩張妖精 還有我們的... 喔...沒了...這樣子 所以說... 就是因為這些... 生出來... 多出來的妖精 才能夠讓我們達成冥斧之路30目的這個...效果 那另外一套雪人冥斧法呢 就顧名思義就是用法師... 有兩張牌... 三費的... 雪人跟一張五費的... 彈手... 造雪人類... 兩張牌來... 做搭配 才能夠快速的堆目 齁... 那... 作為... 這張牌... 的... 加速器... 也就是所謂... 展新的命運 是捨棄... 手牌中全部的卡片 並抽取於捨棄的卡片 等量的卡片進入手牌中 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當你的手牌有九張的時候 你打出這張展新的命運 它的效果就會... 捨棄掉你手牌中... 因為扣掉這張剩八張嘛 會捨棄掉這八張 你手牌中的那八張牌 然後再抽出八張牌 就等於說你能夠在一瞬間 給墓地加入了... 九木 對...九點墓地 那如果運氣很好 對不對? 運氣很好 你在六費的時候 打出第一張 然後你從... 手牌從...九張... 變成八張 這樣又再抽... 全部捨棄然後再抽八張 然後再打一張展新的命運 這樣又再加... 墓地又再加... 八張 這樣的話... 八加九... 十七... 十七... 然後之後再... 又再抽到一張展新的命運的話 八加九再... 加...七... 再加一張七... 這樣的話就是... 好... 二十四目 二十四目... 當然這是... 所謂冥府妖的天府啦 所以說... 不太需要... 不求啦 我們就不強求了好不好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還是需要靠我們這些... 小小的妖精來... 慢慢的累積我們的目的 那... 作為... 所以說這張卡盆 我們必須要投入三 那冥府之路呢 我們一樣是投入三張齁 但... 因為它的效果 的能力 所以說其實... 開場的時候 如果我先上手了一張冥府之路的話 倒是... 不用... 太介意 你可以... 隨便... 用命運刷掉 倒是沒關係 只要有兩張左右的 還在牌組裡面 我們就... 都還有能夠贏的機會齁 那... 這一套喔... 牌組呢... 原先... 本來不是長這樣的 你可以看到... 我只放了一張 原因是因為我不小心抽到了 那... 應該是要長怎樣呢? 呃... 在這一次的... 改版更新之後呢 我暫時是先改成了這樣 投入了兩張的食恩花園 那... 原本呢... 是... 我們是捨棄掉食恩花園 還有妖精龍 放入了三張的妖精惡作劇 來對付所謂的 深淵吸血鬼 對... 用妖精的惡作劇 來把深淵給彈回到 對方的手牌當中 但是後來因為改版之後 快攻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好用 我們抽到了一張妖精龍 還有一張 我在別的實況主那邊 看到的這一張牌 也就是所謂的食恩花園 它可以很好的 護住我們的臉部齁 讓我們至少不會在 前期的時候被打得太慘 還有機會 能夠撐到後期的時間 來做一波的逆轉 OK 那... 這邊有些選牌上的疑問 那為什麼我這邊選擇的是 小梅 而不是選擇我們的 水之妖精 是因為我認為小梅的交換力 雖然說在現在這種 體質爆表的中立時代當中 小梅交換力已經不如以往的強大 但是我認為說 在彌補妖之妖牌中 小梅 那一點的傷害 有時候還是能夠 讓我們對場面能夠有所好轉 所以我這邊還是選擇了小梅 而不是選擇了水之妖精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也是可以選擇 投入水之妖精的 那...大自然的導引 在本副牌當中呢 原本在妖精當中 所謂的... 甲蟲妖 最經典的搭配就是 所謂的甲蟲 配上這張導引來讓甲蟲回首 再打出一次甲蟲 來做出高額的爆發傷害 那在這一套迷符妖當中呢 其實我們的甲蟲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被拿去結場用的 那這張導引是要幹嘛的呢 有沒有仔細看到這一句 自己的從者或者是一個自己的護符 那...這張牌 我們更多時間 我們寧願把它拿來彈回這張荊蟲之身 對 不但同時 也能夠補充我們的首牌 也能夠讓場上的妖精 有更強的交換能力 那就是這一張的搭配 那...妖精的護狂一半 也就是捕獸牌 然後同時堆目的 不兇多作介石 這一張也是一樣 一張211 那妖精龍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可以把它去掉 換成妖精的惡作局 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是 森林的反撲 因為...現在嘛 自從... 托普里被砍了之後呢 兩費基本上 都還是能夠維持著良血啦 所以說 這一張要... 森林的反撲 我們還是決定要加入到這一張 這一組牌套中 它不但可以捕手牌 也可以對於快攻有一定的壓制能力 那接下來就是... 我只投入了兩張... 羽赤的光輝 那這張牌... 就是一樣... 就是當作一個過牌器 有的時候不一定... 不一定要湊到... 效果滿再丟 我們有時候如果很急的話 也是可以就直接... 丟下去 把費用打好打滿了 那... 而不是攻擊石 所以說代表說 在對方的回合的時候 這個效果 依然是能夠發動的 等於是你場上原本... 1-1的妖精 可以視為 變成了... 2-1 只是... 打臉的時候是沒有那個效果的 對... 那這張精靈之聲可以說是... 本次... WLD當中對冥府妖 一個非常強大的... 的加強 那...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遠古精靈 一樣喔 遠古精靈是... 我們對抗快攻的手段 同時也是... 可以讓我們的... 妖精做回首 這樣子 來搭成一個... 場面上的一個... 欸... 我怎麼沒有把他按到... 場面上的一個優勢 或是讓快攻不至於 馬上搶到我們太多血 然後接下來就是所謂的 神花園 那這張卡打出來了之後呢 就是對... 敵方從者對自己的主戰者 緊攻擊的時候 就可以給予... 該從者兩點的傷害 然後接下來就是... 冥府之路 冥府之路 剛剛有解釋過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的兩張選牌 分別是三張... 森林的意志 那... 因為這張... 這套冥府 也要... 如果你實際打起來 你就會知道... 他的手牌是... 非常容易爆滿的 所以說森林的意志 是非常容易能夠... 打滿總共八點的傷害 所以說我這邊會選擇放入三張 那... 同理... 我們這邊... 必須得要放入... 妖精的手無聖獸 因為他可以回復自己的主戰者 與自己的手牌數等量的生命值 那... 他基本上都能夠回到七八點血 那我們這邊不可能投入精靈女王 因為他會使我們的... 目的卡片的章數轉變為零 這樣子 對... 那就是... 本套冥府妖的... 選擇 那... 這一套牌呢 我會把它... 發在... 影片資訊當中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點過去看 對... 那... 要... 注意齁... 這張... 妖精龍是可以換掉的 妖精龍... 石人花圓 是可以換成妖精的惡作劇的 對... 那... 好... 那... 看一下 這是... 我... 前幾天... 8月4號 那時候 晚上抽到... 因為我這兩天不在家 我... 這個時候抽到了... 那個... 每日任務終於抽到妖精 然後就想說... 那不如就... 打滿吧 所以我就... 打滿了10場 這樣子 去每日... 那邊解了一下自由對戰 可以看到... 六勝... 四敗 在現在快攻猖獗的狀況下 應該算是... 我認為算是還行了啦 還可以了 對... 那接下來就直接... 讓我們進入我們的... 時尚環節了 OK... 來到我們的第一場 對上的是皇家 那開場我們的破魔蟲當然是換掉 因為他... 實際上是一個... 解拍... 的效果 而不是拿來搶傷害用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把他扣在手上 對... 那這邊遠古精靈留下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 擋住... 可能是快攻 那這邊他... 一費拍了一張... 哥布林 我們這邊可以懷疑一下 對方應該是... 所謂... 中立皇 那... 注意一下喔 我們這邊算是... 起手天虎的狀態 抽到了一大部分... 一半加一張... 那在... 二費的這邊選擇 要注意了... 二費的時候這邊不要空下經濟之聲 而應該要選擇... 拍出兩隻妖精來對場面做... 一個壓制 那... 對方要是... 只要一攤... 他只要攤了一點... 選擇... 這邊選擇搶臉的話 那... 接下來我們下一回合 我們的經濟之聲 就可以馬上再把我們失去的場面給搶回來 來看一下對方三費... 這邊三費拍下了... 鋁蛙齁 那... 這邊我們就可以注意了... 我們這邊沒有生之一隻... 這套牌... 唯一能夠抓到鋁蛙的只有這張生之一隻... 所以說... 最好... 要小心一點... 這邊不要讓對方搶到太多的血... 先把對方場上的怪都先換光... 我這邊開場... 蠻前面就抽到宅心的命運喔 一樣齁... 對方選擇橫向補場... 然後用鋁蛙來搶傷害... 那我這邊就... 非常簡單的把對方場面換光就行了... 那... 這邊... 呃... 我有說過... 這一套... 衣服妖呢... 就是獲得的方法有很多... 需要思考的地方有很多... 那這邊呢... 我不選擇... 我不選擇... 我不選擇打出任何一隻妖精... 原因是因為我知道... 皇家的武費... 這邊... 可能會有一張... 這個... 你們看到一張... 號靈... 那這樣的話... 不是號靈啦... 就是鋪場啦... 三騎士... 那這邊的話... 如果我們上一回合... 這邊... 打出任何一張牌的話... 那這一回合...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 順利的清掉青蛙了喔...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 全清... 那... 我們這邊還挺順的... 雖然說被打到死血... 但是下一回合... 馬上就可以用妖精手... 給補回來... 這邊... 對方... 要換嗎? 喔... 直接選擇充電的話也是... 因為他手上如果有... 扣有那個... 籃人之類的牌的話... 那可能... 下一回合... 就準備可以分勝負了... 但是很抱歉... 我們這邊有一張妖精手的聖獸... 所以說... 這樣的話跟對方的場面... 做交換... 順便撥回我們... 失去的血量... 這樣我們目前先... 贏了一個進化點... 順利2個吧... 那接下來... 展現的秘密... 就差不多準備可以刷了... 喔... 這邊... 聖炎天使... 這邊做交換... 這邊選擇還蠻多的... 隊長... 留意一下吧... 先反撲... 先把對方的一個場... 給清掉... 然後這邊... 一般是選擇要撲人物... 怎樣齁... 仍然不刷命運... 我不要貪一點... 先把盾架好... 這樣的話... 才可以防止對方繼續做充練... 好... 這邊... 喔... 又抽到一張命運... 那我這邊先拍一張... 要經濟一張經濟之生物... 我先把手牌... 不會救傷... 只有命運直接刷... 拿著牌... 抽得很好啊... 又再抽到一張命運... 好... 就是... 這一套... 直接... 把我們的目的... 瞬間推到了... 28張... 好... 那又再抽到兩張命運... 那這樣我們基本上就是獲勝了... 不用看了... 別撞錯喔... 這一隻要撞... 這一隻... 直接拍兩張命運... 然後... 送掉我們的... 小妖精... 這樣就達成我們的... 35了... 這樣的話... 我們還有12點血... 所以... 上皇家是不可能... 除非... 除非... 對方有帶巴哈啦... 對... 中綠王... 帶巴哈的中綠王... 我也是被贏過喔... 好... 那這樣... 應該就是後射了喔... 好... 直接投降... 好... 感謝... OK... 那... 歡迎來到第三場... 那... 欸... 第二場... 選擇這場的原因是因為... 我... 這一場... 是輸的... 那... 那... 輸的也很應該... 因為... 我在復盤的時候才發現說... 我打錯的地方真的是... 太多了... 那我們可以... 這邊可以... 一步一步的來看我們到底是... 怎麼打的才會打的... 非常的糟糕 那... 這邊... 這個選擇... 就錯了... 這邊是... 第一個小錯的... 暫時... 暫時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 可是我們這邊... 沒有考慮到... 要是對方惡妃... 拍了一隻... 222... 標準體質的... 怪下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說這邊的選擇... 比起拍這一張... 生理使者... 更應該拍上... 這兩隻妖精... 對... 那這是第一個錯誤... OK... 那... 這邊... 我的... 錯誤... 又... 再犯了一次... 那... 這邊就是我前期直接犯了兩個錯誤... 導致... 我離... 怎麼說... 一直到中後期都是被對方的場面給鋪著壓著在打的... 那... 這邊的選擇... 其實最好的解法是... 不然... 丟三隻妖精下去... 但是我這邊... 這邊... 打法卻是... 丟出了... 雞皮之身... 非常糟糕喔... 要是對方三倍... 再下一隻怪... 那我這邊就正式找到... 不斷被搶血... 然後... 又要被... 多打... 那... 我這邊... 是有考慮過的... 這邊應該是會... 直接用命運刷下去... 因為我的手牌... 實在是... 太爛了... 大多數都是妖精... 而且... 唯一有的東西... 一張清場的... 也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這邊選擇... 直接... 刷掉... 聖子一隻... 剛剛手上說我有一張聖子一隻... 還有一張冥府之路的... 但是我們離三隻目差非常遠... 而且... 聖子一隻也... 沒什麼用... 以其... 這樣直接空過不如... 直接... 丟下冥府來刷...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那個判斷算是比較合理的... 那在這裡... 我選擇丟了一張小妹... 壓對面的場攻... 好... 直接... 結束回合... 那這邊... 呼噴一半不能丟齁... 因為... 我怕我... 丟了呼噴一半... 那我手牌會來到八張... 因為對方畢竟還是... 法師... 那... 要給法師一個尊重... 他的二費紅灰... 他又是坦了一張牌... 這樣的話我的手牌會來到九張... 那我下一回合抽牌就會... 直接爆炸... 所以說... 這邊我是... 不丟這張狐狐一半的... 那現在這邊開始... 進入... 中立法的節奏了... 而且這場對面實在是... 非常的順...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為何可以這麼說... 那這邊... 直接聖之意志... 因為可以剛好這些拳器... 因為可以剛好這些拳器... 有一個拳器... 會不會太拳器... 會不會太拳器... 就不如... 有一個拳器... 有一個拳器... 一個拳器... 有一個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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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五回的時候... 不但... T4準時拍阿里斯... 而且五回的時候... 還直接拍阿里斯... 再加上一次... 而且還是被Buff到兩次的狀態 那這樣的話對面真的是非常順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一下要怎麼解 我們就選擇彈了 有古精靈用盾來護一下臉 這邊對方是打出了幻影術師 是綜藝法 比較專門的打法 那這邊Buff到兩次的愚人自責 那我們又再一次遇到長崩 那對方還是先補血 然後進化 不然的話呢 這樣會充聯下去 我們大概下一個人可能就要再見 是 這一張被Buff到兩次的風聲 這個終極 我看了都覺得頭在頭 但是我這邊手牌還是可以做全清人 所以說 倒是不用太擔心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在 希望能夠籌到一張命運 可是 沒有 因為我們畢竟已經要反目了 可是 籌不到啊 右手不夠力 右手不夠力 那這邊再一次積極的選擇 那這邊再一次積極的選擇 那這邊我們再一次敞篷 而且我們血量只剩下8點了 那這邊再一次積極的選擇 再加上一張盾 盡量保護臉 來看看能夠撐到下一回合 能夠多撐幾回合 只要能夠抽到 命運 刷一波 我們就能直接翻盤 OK 那接下來準備看到我在這一盤當中 打了最糟糕的一個錯誤 好 就在這邊 我接下來就 準備直接投降了 但是 嘖 其實 這一場 還有得打 但是我在這邊投降了 因為對方 怎麼說 那時候 B.M吧 應該算B.M啦 反正就是各種打招呼就對了 那我好不容易活著 活到這邊 那看到 接下來拍的那一隻 我的心態是有一點點 炸裂 是 再一張風聲 那我在這邊就直接按下了投降 那 但是 真的是 有必要按投降嗎 我們真的沒辦法疊到30問嗎 其實我後面復盤的時候才發現說 這一場我們還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在下一回合輪到我的時候 他們會撞掉這一隻 那就是加一目 場上這兩張 會爆掉 那就是場上總共加三目 那下一回合的抽牌再加一目 我手上還有一張 森林使者 所以我這邊打出森林使者 手牌再爆一張 剛好30目 直接拍冥符 其實一直都是有機會贏的 只是我這邊 就是 犯下了 怎麼說 心態炸裂 就是沒有 太在意勝負了 應該是這樣講吧 對啊 太在意勝負了 所以說這一場 我 後面復盤的時候才發現說 自己犯下了這樣的錯誤 那 我覺得是很值得被拿來 做 自我檢討啦 自我檢討 因為真的是沒有必要 還是 乖乖的認真的打完吧 好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套 冥符妖的玩法 那是一套非常需要 經過仔細思考 還有對對方牌組了解 才有辦法玩得起來的一套牌組 那 新手的話 是比較不推薦啦 應該就是根據我前面所講的 依然是不太推薦 那 除非你有多的洪水 因為 畢竟這一套牌 雖然說 紅卡 去掉妖精龍的話 只有遠古精靈三張 但是光是金卡 就有1 2 3 4 4 3 12 12張金卡 12乘8 9600 9600 9600洪水 加上3張 3張紅卡 這樣是105 差不多 201 吧 2萬 2萬出頭左右的洪水量 對 就是這一套牌 所以說如果 新手想玩的話呢 可以去巴哈板上找找看吧 就是找一些比較便宜的甲蟲腰之類的來做玩 對 那一樣推薦給你們這一套 想玩的可以去試玩看看 這是我每天 如果有每日有抽到精靈的時候 就會拿這一套來解 每日 呵呵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期有關隱命蝠腰的介紹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